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rstmal 欢迎来订阅明镜 然后在第五位 轻松 在二叠中间 淺蓝色一个匹 我想除了超级军团之外 方嘉柏另一隻 时事有余 他一直是在内荡 跟着飞轮闪耀 但要留意兩隻馬隔一段時間沒有上陣 因為上了重化,根本不能回來 又沒有賽程 所以這對馬今日跑2000跑得不好 跑得一般 我覺得不需要太介懷 因為這兩匹馬應該都會向這2,400 那兩場賽事進發 甚至時事有餘 他都不算跑得很差 你看帳王這個彎 他早段其實放進去 但另一個彎他轉五六疊 今天的五六疊彎很虛 轉彎是不可以走那麼遠 就會很虛 以前所謂傳統的A難是沒問題 但今天不是那些A難 第二名是爭鬥得很激烈 有得鬥一下 時事有餘,上到來也有些機會 不是,飛輪閃耀 結果還弄多一隻勇戰神駛 其實賀明年最後拆了幾邊都很厲害 但沒辦法,追不到 拍過相片都很厲害 這張大欄盤74倍 你看明年期那隻勇戰神駛 尾那幾部,插插插邊 找位置遲了一點 他不太夠位 其實前面浪漫勇士一直在養著他 否則他有機會是第二隻 因為第二、三、二至五名都很接近 他最重要是喘名,沒有復發 能力他有的 雖然他喘不止一次 但這場也走得挺舒服的 第三名是大拿門 這隻就記住他了 不過逐次計算的勇戰神駛 分斷時間第九場,頭段是25秒36 第二段是24秒28 第三年是24秒58 第四段是23秒17 虎段是22秒74 賽事時間是2分0013 好了,見到浪漫勇士 就為騎典方面也會馬主 帶來歸內第七輪 成哥,怎麼看這一匹這麼厲害的馬匹呢? 我們看看連馬司訪問 浪漫勇士今場輕勝兩個馬位 勝負距離和贏馬姿態 有沒有令到驚訝他贏得這麼遠呢? 會的,因為我知道他打給那場 你看到他的閘,之前也受訪問 他的閘是很好的 在草地、跳、各方面 吃料、招備、酒馬全部都是很正常 而且一直向上的 那個軌跡是向上的 我期望是會排得好 但起碼沒有想過贏得這麼輕鬆 馬主一早已經說了,劉先生 如果真的贏完這場 就好好的讓他投輸 就留下明年再向國際賽 那些目標再進發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 另外,成哥,今場也包辦了冠亞軍 亞軍的飛輪閃耀 今場有沒有驚喜給你 在一級賽邊跑第二 有啊,其實我一早跟阿巴勒 這個馬都不錯的狀態 我叫他守著博士 因為估計捕捉 估計不是很快 但其實都是正常偏凡一點的 這筆馬過往在香港和外地 都有個長途賽事要的證明 他會不會跑完二千四 這隻有機會跑二千四 因為他今年贏了一場谷飛 很多二、三、三馬 希望這隻我會考慮 如果馬主同意的話 我會考慮報二千四 凡是贏到 打給女王杯孖寶的馬 基本上都是馬王級的 當然,今年的證明 就是沒有了外隊馬來參加 相對稍微容易一點 不過不是馬王級 可能都不會差得多遠 對上一筆做到的名月千里 2016年也是 贏打給那場不是很遠 但去到女王杯還贏遠一點 結果後來成為了馬王 另一筆大家相信今天還會記得 他是爪王鄰宇 他更威風一點 當年也是 贏完打給、贏完女王杯 他還做多樣東西 贏了遮打杯 那一筆真的是馬王之中的馬王 但當然,浪漫勇士跑完這場 休息我覺得都合理 因為始終還是需要一些磨練、提升、經驗 這些馬我想到下一季 因為它是北半球馬 再大熟一點 在香港現在二千米 有能力的馬這麼少的情況下 外隊來到 可能擋住外隊,靠它 對,誠哥訪問當中說 其實今季被浪漫勇士贏了之後休息一下 重新重新體力之後 我們再戰下季 一起抹緊這隻拍賣馬 今季這麼亮眼的表現 看完第九場 我們馬上看看第十場 三場過渣急賽 看完第十場是三班千四的屠程 轉配備,是厲害的 勁力十足 是否因為那一檔呢 一檔,少許偏慢捕捉 今天賺了一些形勢 他很聰明 其實過往他自己放的勁力十足 今場希偉森 他沒有說 我都覺得他可以放又可以 不放又可以 但他沒有選擇放 就給了甚麼馬放呢 給了影子有沒有放 可能他其實失望了幾場 所以這場是想想 林強是落飛的,綠燈的 不過這場我們很喜歡的馬 冷館馬爾代夫 現在在包尾 看看善欣如何發揮 善欣是很好,他很耐性 其實馬爾代夫跑得很好 很耐性,而且夠膽這樣做 現在騎在香港 有時潘頓、莫雷拉 都不一定夠膽留得這麼巧 其實這馬不容易跑 善欣欣就很多次了 善欣還要在裡面找位 他不在外面找位 他在裡面找位 即是偽高人膽大 你看他在他向裡面走 善善善 其實你看到他的發揮 走位真的很刁鑽 在裡面找位 這裏要駁位轉出來 這裏要駁位 這裏是駁位出面的黃龍蝠像 那裏查看了 他駁位到,結果賽後還要抗議 是呀,那帥欣其實賽後報告也有指出 這位騎士是否嚴厲譴責 看看他如何拿位 現在跑到中間 其實他都逼了行運流水 埋去內蘭 有少少壓了他 先壓一隻 然後自己放在內蘭 這裏如何找位 因為他要咬回他的身 出來泵黃龍蝠像 可以查一下 這樣撲上來追 他整個抽起來 為何還告前面那隻 那麼厲害 第二名的照片 就是提及角的3號 馬坎伊代夫 第三名是7號金髮盛西 分斷時間第10場 頭段是13日6日 低短是22秒23日 第三年23月2日 短是22秒76日 賽事時間1分22秒 21秒 八三 我們捧了馬爾代夫 看見抗議 以為也有些希望 接著看巡邏影片 一看完之後就軟了 誰都寒 惡人先告狀 自己去泵人 還去告人 有沒有搞錯 是呀 還蝦跳 幸好黃龍蝠像 退了下去 否則被人告回頭 還可以 不過都告不掉 因為勁力十足 大致上 他的跑線沒有改變 走直線 他抗議 這裏就不清楚 是否希偉心的邊 打到碼頭 或者養到他 但都很輕微 因為都做到終點 而勁力十足 勢沒甚麼轉弱 說大幅轉弱 看來過到的機會 就不會很大 是呀 但見到他就 善欣 馬爾多夫 明顯在裏面偷位 畢竟一些排外檔馬 好像美麗在線 另外精英 其實這些排十三四檔的馬 一三跌就很難跑 精英我想要長一點路程 今天比我預期跑得沒那麼好 因為他跟在中間回來就沒有尾 上一次就留在後一點 追回一點 那次是短途 但怎樣都好 這些馬在市集 他見到有點力 今天一路走的位 又不是太好 可能是輸一些形勢 下一次 不要那麼早放棄他 我想要定一點 他在沙圈很急 可能因為天氣熱 又排外檔 下次再看看排檔如何 我們看看尾場 第十一場 還有一場 第十一場 就是二班遷移的徒程 後患有你落飛 三碟 但都主動的 這些不是真斷攬的希思馬 有一場是跑四歲系列 他贏得特別獎金 上一次他回來的第八 都很明顯走外跌 又沒甚麼回過氣 那一場的斷速很快 回到來是個名次較後 但實際距離又不是輸得很遠 所以兩場都不是真實賽職 上一場、前一場都可以抹 但這場試試留著跑 中段有些搶口 但不算很嚴重 留著跑的威力有 重草成名比他更厚 現在在尾指外檔追 今天也是比較吃虧 但其實重草成名 今天都比較難看到 兩至一二名在外檔上來 心之恆偷內蘭 排檔一檔 升班那一匹 那反而風火戰區又如何 我覺得這場是騎盡 真的見到重草成名 真的不行 真的不顧 我覺得他騎盡 這場不是客騎那些 是有騎的 騎到底 真的名輸他 第四名剛才提過 就是三號風火戰區 分斷時間 一旦頭斷你23月49 第二段你21月86 每段你22月86 賽事時間 1分8月21 我想這個明顯是質素能力的分野 大家都是追 不是你追 蝕底了 你現在頭二馬都是追 大家都是追 而你的衝刺不夠人家強 應該是一個能力的實力 稍微稍順一籌 對著幸運有理 以及重草成名 但他上一次還是贏馬 贏戀在你心 這次他大致都是重亂在你心 上一位回來 看看會否強手走開了 他會拿回形勢 當然如果還是預重草成名 我覺得他反線機會很低 但如果沒有重草成名 又排到不錯的檔位 應該還可以在櫃內餘下時間 多贏 除此之外 其實這次賽事 有些排檔不太好 都好像形勢上差一點 例如必詳勝 又或者是上進之星 當然跟其他馬匹來比較 形勢上較為蝕張 都要問問卡珊納浩然 究竟剛才提及的排外檔 這次賽事的走勢 是否因為排檔不好 而影響到這次未能進入前列 你也知道上進之星 我向你挺喜歡的馬 今天臨場有選擇他 當然未必是周俊諾 可以發揮得很好的馬 他早就放了爛 但到200那裡 其實他堵了一大輪 然後才找到位追上來 大約第六、第七度 不算跑得很差 暫時他未有田祖賽職 菊草泥地好些 但我覺得田祖可以應付得到 另一隻不是跑得很差的外檔馬 應該是必詳勝 他也是跑第五度回來 又要跟前跑 129磅 都不是輕的 今次也拼了一圈 這次馬 其實真的 又是找到對手沒那麼強的場合 有些機會上名 另一部分是競材 他也是擺在前面 回來他就斷得比較多 但上一場 都是在三班跑 其實剛剛加了分 如果肯減分落三班 不用夠狀態 三班的水準還有這些 夠上名 季尾階段 幾隻馬不妨抹緊他 11場看完 下期谷掃賽時 我們再次研究 拜拜 拜拜 全球 我們來cmai 去健康 我們今天 請搜尋 人家 我們下ortun 我們下一次 油門